我要做一件事 欸 等等欸 都沒有掉 大家看 沒有喔 都沒有掉喔 欸 沒有欸 超嫩 超甜 超好吃 比我在台南吃過很多牛肉湯 都還要好吃 非常多 我都買了 挺不錯 我就喝了沒有 我都買了 超便宜的 很有事 摺索箱 媽媽 諜誇 我只有這個 摺索啊 媽媽 諜誇 我又不是很情歌 大家互相也很認真 我自己是最好的一場 我也不是很認真 我有一個人的女孩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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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我是乖乖 我现在嘴巴正在动 我已经在偷吃了 很好吃 好现在进入正题 今天要带大家来的是 一样是竹北圆柏 叫圆章牧场 它这间呢在竹北圆柏 这边主要是卖 牛火锅 蒜牛肉的牛火锅 还有清烫牛肉汤 就是跟我们台南的那个牛肉汤 一样的做法 然后它有牛灶饭 清烫牛肉汤 还有牛肉的火锅 还有牛灶面 这类的东西 那我很想要推荐给大家 这一间的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自己养牛 然后自己宰杀 自己分割 然后到完成品的上餐桌 这个完成品都是他们店 甚至一条龙的服务 那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台湾的养牛环境 还有台南的牛肉汤的品质 其实有的时候同一间店 品质 有时候都很不一定 只有汤是一定的 固定的 就算是非常有名的 那个什么铅 什么玉 的那个肉 其实都很不一定 因为台南独栽汤 只有一个就是在散化 那每天屠宰的牛肉的数量 大概是在50只以内吧 但是台南又有这么多牛肉汤 那它的肉要怎么分配呢 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分配 所以它就会把好的肉 跟一些大家比较没有想 那么想要挑的肉 全部都混成就是一组 那店家就一定要 卖出那些肉嘛 所以你有的时候吃到的肉 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怎么筋好像很多 很硬很难咬 有时候又觉得很嫩 很好吃 就是因为台南他们屠宰场 并没有那么精细的去划分说 这个肉到底是哪个部位 可以特别挑出来 让人家去购买 所以我们一般在吃牛肉汤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办法跳部位 那品质就会很不稳定 那这间圆章牧场呢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 从养牛到分割 都是由它自己完成的 所以它们就可以很精细的去分割 牛的不同的部位 然后再把好的部位 特别挑出来 你如果是想要吃好一点的 闷一点的 你就可以再加价去购买好的部位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的 我今天是点了一个牛肉的火锅 然后肉的话 因为它今天没有特等肉 它今天只有精选跟 精选跟上等 精选跟上等 精选跟上等两种 然后店家就说 想要让我就是 两种都吃吃看 这样子 然后我还有点了一个是 我在台南 吃牛肉汤的时候 然后最喜欢的搭配就是一碗肉造饭 加一碗牛肉汤 那它们的肉造饭是牛造饭 就是我也很喜欢 虽然我不吃牛 但台南的牛肉汤我非常爱 我只要回台南都一定会吃 不要问我口袋名单 我家三口 最好吃 先吃饭还是先喝汤 先喝汤好了 我好期待喔 我刚刚有偷吃一口肉 非常的惊艳 天哪 先喝汤 瞬间有回家的感觉 啊我觉得这个肉有点太老了 我要把它全部捞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刚上桌的时候 蛮粉红的 现在属于一个快要老掉的状态 这个肉非常的嫩 然后 我刚吃了一下 它完全没有那种咬不烂的筋 欸我的火锅也滚了 我好忙喔 okok 我先把肉全部捞起来 我跟你讲汤非常好喝 汤有 汤是那种用蔬果去炖的汤 所以汤头会非常的清甜 然后 没有什么其他杂的怪味 非常的好喝 而且很浓郁 既浓郁又清爽 大家知道了 这个概念 我很强调 肉燥饭的话 我等一下来试试看 啊我先吃肉好了 肉 肉 肉 就刚放了一下 我只是讲 刚刚讲了一下话 肉其实就 比较 比较结实 但是 它是很好咬 很好入口 然后很扎实 然后我刚刚一开始 上桌的时候吃 很嫩 非常嫩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台南 都不一定吃得到 这么嫩的肉 因为就是 每一个店家 每天拿到的肉的那个等值 跟品质 其实都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 你知道 台湾的温体牛 其实 品质很不稳的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说 台湾的温体牛 主要是由淘汰的乳牛 跟公牛 跟肉牛 这些去 就屠宰的 所以说 不同的牛 它的肉质就不太一样 那 台湾肉牛的饲养环境 又不是到那么好 乳牛的话 但是过得很好嘛 因为要缠乳 但是一般肉牛 如果只是为了要换肉绿的话 其实饲养环境真的没有到很好 这个稍微 凉掉了一点点 现在是温温的状态 吃吃看 Oh my god 大家有看到我的嘴角一直在微笑吗 完全就是 家乡的味道 而且 比很多店家做的都还要好吃 虽然说 我心中的第一名 依然是我心中那个第一名 但我觉得这个完全不输给 台南的知名店家 嗯 嗯 我觉得它的 肉 它虽然是做牛刀饭 但是它的肉也用的蛮好的 然后它的味道香气蛮足够的 那 呃 它的牛肉的瘦肉跟肥肉的比例 稳达的蛮好 就会觉得说 它的肉道是蛮滑顺的 不是那种 干干 澀澀 咬不动的那种 也不会有那种 屑屑的感觉 就是还蛮柔软 然后 呃 汁我觉得算是给的 刚刚好 没有到很多 刚刚好 然后 饭还蛮好吃的 现在就先吃那个 牛燥饭 边吃牛燥饭 然后边固这个火锅 我觉得能在 嗯 竹北 远柏 离台南这么远的地方 吃到 这么好吃的牛肉汤 还蛮感动 有点快哭了 这个味道真的是 不输给台南那些知名的店家 它的 那个 不是点一号餐 一号餐 牛肉汤加牛燥饭 一号餐 我觉得 我应该会蛮常来的 因为我以前在台南有一段时间 真的是疯狂的爱吃 那我接下来散牛肉 然后 我要做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要如何的去验证 温体牛到底新不新鲜 就是 这一盘是温体牛 为了避免它掉落 呃 温体牛 我觉得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 涮的时候 不会有 渣渣跟浮沫 然后 肉质非常的紧实 再来就是 不会有血水 所以你夹完之后 盘子基本上要是干的 然后 因为温体牛 它肉非常有绵性 弹性也很好 所以 当它放在盘子上之后 其实它就不会掉下来了 呃 在台南的话 我们常常会把盘子这样子 整个180度倒过来 但我现在不太敢 呃 一般店家就是90度就好 好 接一下接一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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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不敢試第二次了 但是大家剛剛有看到吧 就是連這樣子完全轉過來 它都沒有掉下來喔 所以它這個肉真的非常新鮮 因為剛剛店家跟我說 它是每天當天送來竹北的喔 從雲林送到竹北 而且它每天耶 其實這個成本還蠻高的 OMG 我是真的有稍微嚇到 因為這麼遠耶 那我要來算囉 因為它這個是電子的那個面板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很精準的控制那個火候 那一般在涮牛肉的時候呢 我們建議是把火關到最小 讓它呈現一個不滾的狀態 就是熱但是不滾 然後這種時候下去涮的3到5秒就好了 看肉的厚薄度跟你個人喜愛的程度 那我個人吃溫體牛是喜歡吃粉色的 好 那我要先算第一個 先給你們看 超近的看一下 算囉算囉 我現在已經關到最小了 但是它時不時還是會滾 但是它時不時還是會滾 好帥 有耶有耶 真的很新鮮 因為肉在涮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會有一點點零片翻起來的感覺 仔細看的話 肉片上面的那個纖維會有一點零片翻起來的感覺 這就是非常新鮮的肉 好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要吃囉 超嫩 超嫩 超級嫩 OMG 這我應該會每個禮拜都來吃 好好吃耶 超嫩 超嫩 超甜 超好吃 比我在台南吃過很多牛肉湯都還要好吃非常多 我剛剛吃的是那個 那個什麼 肉是他們的火鍋的標配 就是如果你點火鍋它就會附這個肉 然後剛剛店家還有給我那個上等肉 所以我現在來吃看看這個 大家讓我試試看 這是我第一次吃牛火鍋 溫體牛火鍋還可以選部位 3 4 5 那其實我覺得 這樣1 2 3 4 5 5下差不多 5下 4到5下我覺得差不多 超漂亮的 給你們看 超漂亮的 好吃囉 我覺得 這塊比剛剛 那個 還要 稍微有 嚼勁一點 對 蛋也很嫩 然後 很甜 完全沒有 牛的那種 怪味 溫馨味 很喜歡 然後 剛剛店家跟我說 他有招待我一份 客人點的 客人預訂的牛肝 但是他沒有來拿 然後就說 這個可以跟 就是火鍋一樣 放蒜來吃 這樣 我第一次吃那個牛肉火鍋 有蒜牛肝的這個選項 給大家看一下 還蠻飽的切得蠻飽的 那我吃吃看 欸 我沒有問他要蒜多久 那就是 蒜到熟好了 蒜完之後長這樣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牛肝的紋理 這就代表他非常的新鮮 而且他好嫩 這就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乾 等一下 他有一點 木草的味道 但是不是那個農場的感覺 是木草那種很新甜的味道 這個我覺得非常好吃 說我的天啊 必點 肉 你可以升級 或者是你點 一般的都OK 這個 如果可以加點的話 大家必點 這個喜歡吃牛肉的 一定會超級無敵喜歡 他就是 他的口感 他的口感有點脆 然後完全不會有乾的那種粉感 然後入口的時候 也不會有那一種色味 或者是粉味 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內上的味道 他就是非常的清甜 然後帶有一點 稻穀 稻草的味道 即使雲林那麼遠 大家還是可以吃到 非常有品質的牛肉湯 我覺得真的要給這個店家一個掌聲 因為我很常在台南以外的地方 我常常看到台南牛肉湯 我都忍不住去嘗試 然後吃完之後就會這樣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嚴格 但是 現在已經證明說 台南以外也有好吃的牛肉湯了 就在這裡 滷北人就可以吃到喔 順便跟大家說 順便再等這個供完糧的時候 跟大家說一下 台南的牛肉湯 的宰沙 大概是凌晨的時候宰沙 宰沙完之後 有些店家會直接到上花去取 那大部分的店家都會 用那個計程車配送 牛肉專用的計程車配送到店家 那車程大概都是在30分鐘左右 所以台南的牛肉湯 有些人會覺得說 一大清早的牛肉湯最好吃 也是因為它離屠宰的時間最短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要趕快吃飯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幫我點個讚吧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話 就幫我訂閱喔 對喔 轉圈 有些閃爪 你有沒有從事對 有事務業者 可以 ben 給我 快點電給他們 開電話了 啊 可以 做這個